公用事业局探讨使用新科技改善水源管理 包括以机器天鹅测量水质 以及无人机检查污水系统 这下新科技将在7月11号到14号的新加坡国际水周上亮相 这只和真天鹅一样大小的机器天鹅 能测量蓄水池的水质 还能通过简讯将最新信息传送给研究员 确保测量水质过程更加准确和及时 减低水样采集的成本 公用事业局也正在对无人机进行改装 以便能够在黑暗角落进行全方位拍摄 这个网站能够连接250个工地的300架壁路电视 让公用事业局能够更有效处理水稻淤泥 这个网站在黑暗角落进行全方位拍摄